哎呀 我一听啊 我觉得这不是 跟我们在展示甜蜜吗 反正我这岁数我听起来 我觉得是在展示甜蜜 展示幸福呢 但是我也在想啊 好像压垮我们 达到我们的 从来都不是惊天动地的大事 好像都是生活当中 这些一地鸡毛琐碎的小事 没错 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 然后逐渐就消磨了当时 我们一见清新的那种美好 真正落到平常的琐事的时候 就会发现 哇 原来这么美好的一个人 他也是要一时住行 吃喝拉撒的 你比如说 他说的这男生特别 这个小鸟依人愿意依赖你 你说的这个碟字 我就想起了前一段时间 特别红货的 就是有一个短视频上说 你也说碟字 他说别吵吵 你说这话出来之后 他如果大声地对你这么呵斥 你是不是觉得心里也挺难受的 还不如小鸟依人 对你温柔体贴一些呢 所以我觉得可能有时候 我们是需要换位思考的 如果你站在他那边 考虑你们目前的经济状况 也可能他精打细算 是为了你们未来更好 未雨绸缪吗 两个人如果这样交换场地 多换位 就会为对方想得更多 而不是一直在抱怨 你对我怎么样 万事开头难 婚姻也是一样 当你们磨合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彼此身上的这个棱角磨掉之后 你会发现 你们会贴合得更紧 就像齿轮的咬合一样 紧密地在一起 它会有一个齿间 但是你这边会缩回去一点 这样你们之间就会 毫无缝隙地粘在一起了 静下心来 站在对面想一想好不好 好 谢谢 谢谢周老师 我昨天自己吃饭 隔壁捉一对小情侣 那个姑娘就上洗手间 然后那个男的就 冲那个姑娘离开后 坐那个位置就叹气叹息 那姑娘买了四大袋的东西 堆呢乱七八糟的 然后那个男的就站起来 去给它收拾 我们下期见 这就给它收拾了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都可以 这就会 就会 给它 我 我 这有点 我 我 我 要 我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